就是用Adapter的方式 我刚刚有讲过 我们可以把implement改成Adapter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 假设我今天我要把什么呢 人家写成Adapter的 我要再把它改为implement 可不可以呢 你可以逆向推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写作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哪一种比较好 其实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就是你要怎么写作 Adapter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只是单一功能 假设你只要close 你不需要去open 也不需要去其他的方法的话 你不需要去实作那么多 你就可以用一个Adapter就好了 如果说你全部都要做的话 你就用implement 如果说今天我要把这个像 18-11这个地方把它改回来 改回什么呢 改回implement怎么做呢 这边当然第一个 我要把这个 Status这个先关掉 然后把这个刮符先拿掉 第一个我就是把这个取消掉 取消掉之后呢 是第一步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一个class Adapter 所以我必须要改成什么呢 implement 所以这边的话我必须要再加上什么 implement 然后呢 implement是什么呢 这边是处理mouse 对不对 所以就是mouse mouse listen listen en en 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这个很麻烦的 等于是考虑 英文的嘛 英文的拼字 再来的话 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 因为我有宣告 对不对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取消掉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 我的listen 就必须 因为刚刚那个listen 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定出来的 那我定出来 实际上是用Adapter 去帮我串接 那现在我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必须用一个frame 一个frame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毛毛虫 红色出来 那为什么呢 对 因为implement必须要实做 所有的方法 因为我是implement 它的缺点就是 那怎么办 其实它有个好处就是 有时候比较偷懒 像我刚刚看的小屏 其实就知道它是这样子 新增 有没有 直接如果又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种工具 说真的 就必须你要把所有的 这个方法都记下来 那如果说 这个Eclipse 它的好处就是说 直接点这里 有没有 然后新增 未做 实做的方法 点下去 它就通通帮你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 通通都帮你建立起来 那建立好之后 当然你不用管它 因为其实 你没有做它就不会动作 有做的话 就会产生作用 那这边的话实际上就OK了 把它执行 有没有 这边点下去 有点的话 才会有作用 那 没做的方法 它就不会产生效果 就是这样子 那等于两个 做出来的结果 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等一下你们 直接把那个 十一 十八之十一 再改回来 刚刚是 把implements 改成adapter 那现在等一下你们 试着把那个adapter 再把它改回来 变成那个implements 应该OK吧 那两个之间呢 实际上 就是大概 改来改去 大概就有比较有概念了 就什么地方要用那个implements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